嗨,这里是ROC BOSS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国共战争的阴影战线 谍暴战 而这之中最为轰动的便是 吴时诸臣之间谍案 这个案子曾经轰动50年代的台湾 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预备的解放台湾计划复之一具 默默地改变了两岸之间的情势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策划如何夺取大陆这片土地的控制权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后 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暂时合作抗日 但在第一次内战中 共产党了解到游击战策反及鼓动民间反对政府是通往胜利的一条捷径 而在与日本作战之中 共产党悄悄地将内部间谍投入中央军 甚至担任军队要职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 但随之而来的重庆谈判破裂 造成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 而共产党所安插的间谍 在1947年的战争之后逐一发挥作用 1947年5月牧羊固战役中 当时为解放军间谍的国防部第五厅厅长郭鲁贵 便将国军作战部署秘密转钞于解放军 导致当时最精锐的国军74师惨遭兼命 而三大战役中最惨烈的徐邦会战前夕 郭鲁贵与张克霞展开了一系列的密谋与策反 造成军心动摇 并让蒋中正做出错误判断 解放军突破黄河一带防线 而张克霞更是以徐州城防司令的身份 率领第59军第77军林正倒戈 使徐州门户大开 在1948年11月被解放军贡献 而郭鲁贵在后来1949年11月的重庆保卫战中 将新编三四师调离防线 使得解放军得以长驱直入攻下重庆 郭鲁贵更是利用他叙辱警备司令身份 令川南各县县长妥善保存档案 此举让解放军在交接领土时变得异常顺利 之后郭鲁贵率第72军在宜宾投共 随着海南岛的失守 国民政府所拥有的领土只剩下台蓬金马 解放军摩拳插掌准备一举攻台 完全歼灭国民政府的残存势力 而此时的解放军间谍也在台湾内部 悄悄建立了严密而且完善的间谍网 将刺探的触手伸向全台各地 也准备在解放军攻打台湾时 由内部进行侧反与暴动 吸收国军高层带枪投靠 一同收下台湾 而在这阴影的中心 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男主角蔡孝潜 毛泽东和解放军最高司令官 素育起出示规划在1950年底进攻台湾 除了军备的充足外 进攻台湾还需要潜伏于此的间谍特务们协助 从低渊社国共内战起 这些特务们的任务便是在一座座城市内 挑起社会动乱 组织暴乱 并吸收高阶军官时期带枪投靠 让国军的防线在开打前就自行崩溃 而潜伏于台湾的间谍可追溯至1946年4月 当时解放军在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随着1949年的国军逐渐撤退来台 许多解放军特务也混杂于其中 在战败的阴影下一同来到此处 并于暗处生根发芽 而在这之中最为优秀的一名特务便是蔡孝潜 蔡孝潜是解放军在台间谍组织首领 她出生于1908年的日本体制下台湾 并在这里成长 1920年年少的蔡孝潜开台湾 来到上海读书 遗乡背景的情况下 她遇见了在校内的共产党组织 并被吸收成为其中一员 由于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文 且写作能力极佳 因此在不久后担任解放军的政治宣传员一职 到了抗日期间 她又成了军中专门审讯策反义军战俘的人员 同时也能翻译分析义军文件 后来解放军甚至请她撰写内部教材 训练先进的间谍特务 1946年在日本正式投降不久 蔡孝潜再次回到上海 她兼负责一个全新的任务 也就是来台领导解放军的间谍足迹 1946年7月 她以新身份返回故乡进行潜伏 借着原有的背景 她和其他特务很快就容易在地生活 蔡孝潜来到台湾不久 就招募了70位当地人士加入特务团队 而1948年特务团队的人数来到285人 1949年在战事日益不利的阴霾下 解放军的特务组织飞速发展 1949年12月 她掌控的地下情报员多达1300位 另外更有多达5万个县民 这些县民并不知道组织的背后 是来自共产党的势力 但是由于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情绪 受特务挑动 这些人随时都可以用来发动罢工 抗议游行 急票员暴力 蔡孝潜告诉第三野战军 她的秘密部队已经准备好 解放军登陆前就可以先煽动社会 一举颠覆蒋中正掌握的国民政府政权 此时一名重量级特务也从南京来到台北 她就是当时第16集团军副司令中将吴石 蔡孝潜与吴石私下搭上线 借由吴石与国防部参谋本部的工作之变 许多高度机密的战略资料都被泄露给蔡孝潜 再转交于解放军 这之中包括多份军事地图 上面标注出台湾可登陆的海滩 可利用的部队卸载点 以及台湾军事基地位置 另外还有记载金门和舟山群岛的 部队配置及炮台的布防卫制图 这些文件都通过一位叫朱成之的女性特务 带到中国 对日后金门与台海的国军防御造成了重大伤害 在这一刻这个组织已经准备伸出他的力爪 要以解放军力应外合夺下台湾 蔡孝潜还建议攻台计划最好在1950年4月发动 因为那时候天气最适合两极登陆作战 1949年的秋天 蒋中正将兵力撤往台湾 在中国经历过情报体系大崩溃 以及众多动药部队遭煽动或叛变之后 他决心要根除潜伏在台湾的共谍组织 而他必须抢在解放军渡海来台前 完成国军内部的门户侵律 避免内部的动乱及更多国军高层被共产党吸收 于是他把反情报与反间谍工作 当成临时政府的当务之急 并下令国防部保密局执行搜捕任务 间谍搜捕工作在1949年9月有了重大突破 当时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因为于国民政府失望而转头向共产党 成立中国共产党基隆中学支部委员会 后来更进一步组成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 于1948年创办光明报 批判蒋中正领导国民政府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当时光明报遍布全台各地 国防部保密局接近全力却查不出任何相关线索 使得光明报内容在台湾内部流传 但在不久之后 因台大法学院支部王明德的一次书析 光明报来源遭到泄露 王明德王世坚的父亲 当时在追求一名女性 为了在女子面前建立英雄形象 他称自己有参加地下组织 并展示给该女性一份光明报 但他却将这份报纸随意放置家中 并且被家人发现 他的家人旋即报警并逮捕王明德 哦 天啊 这简直太神奇了 防密局很快地瓦解了成功中学支部 台大法学院支部 进而造成基隆中学支部的副工 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主导光明报一事被吸之 防密局于8月15日凌晨进入基隆中学逮捕40余人 钟浩东遭枪决 情报局特务古正文利用此案被捕者的证词 顺藤摸瓜将矛头指向了蔡孝勤的组织 不久后 南台湾负责间谍活动的高级特务在11月于高雄被捕 随着特务们一一泄露被捕 并被言行逼供 越来越多的组织据典及相关人员遭到逮捕 蔡孝勤的组织在肃然间土崩瓦解 而他本人也成为保密局接下来的目标 来自国民政府的特勤人员正在缓缓地向他靠近 1950年1月 国民党反情报人员发现蔡孝勤在台北住处的地址 特勤人员随即冲入他家中并将其逮捕 然而蔡孝勤冷静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并假意投诚 又说愿意共出组织情报 但却在过程中因压送警员的疏忽下逃之夭夭 在寒冷的冬季中 蔡孝勤与特勤人员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但在几周后他还是于老家彰化的农田中被逮捕 此时的蔡孝勤可说一无所有 组织瓦解 部下被捕 亲人离去 他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再次被捕 但是他心中却还有爱 还新记着一名也招特勤人员逮捕的年轻女特务 于是1950年3月1日 两岸情势迎来的巨变 蔡孝勤在此辩解 他成为了国军军官 并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那名女特务也遭释放 相应的 蔡孝勤将当时与台湾最优秀的几名解放军特务供出 3月2日 吴时 朱成之 陈宝昌 聂熙 王正军遭逮捕并枪决 吴赫宇 方克华 江爱逊 王继辅等被判刑 蔡孝勤还将剩余所有共产党的据点及地下基地一并交出 让国防部宝密局进行了一次全台大清扫 台湾及外岛地区的解放军间谍全数遭到逮捕 一场轰轰烈烈的间谍战就此拉下帷幕 吴时 朱成之等人在台北市万华区马场兵刑场被枪决 此时的毛泽东籍树域对于在台湾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直到1950年6月 国民政府在报纸头版上公开了这项搜捕成果 刊出了吴时 朱成之等人在台北市内被枪决前后的照片 他们才知道组织已经溃散 随着情报纹的崩解 解放军进攻台湾的计划遭到阻碍 而此时又遇到寒战爆发 美军重新援助中华民国政府 解放军无法攻克台湾 于是造成两岸对峙的情况至今 但是共军特务所传播的思想 却也悄然进入台湾 也影响了台湾未来的情势与发展 两岸之间的谍报战也未因此而停止 在这之后许多特务人员也在两岸之间游走 在阴影里为自己效忠的主权 进行着不为人知的计划 201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无名英雄广场 以纪念在台湾牺牲的特务人员 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前 自南至北依次树立 城堡昌 朱成之 吴时 涅兮四人的雕像 而蔡孝贤则一直留在台湾 在活防部担任少将 并负责写作级研究分析工作 1982年10月 蔡孝贤因病在台北病逝 中年74岁 这就是1950年代 两岸最刺激的谍报战时末 本次内容主要参考远流出版 中国公台大解密艺术 作者为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员易斯安 借由第三方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郑都历史中被忽略的面向 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那个年代所发生的种种 嗨 喜欢我们的频道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内容 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们 让我们在未来可以做出更多关于 国军公民政署中华民国的主题的话 欢迎以捐赠和小额付款的方式 在下面支持我们